前几天小富来到杭州汽车城这家海陈车业 想买一辆比亚迪送 他说当时店里一共有两辆 我看上了其中一台车况会比较好 然后当时说第二天带人来验车 结果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 他说那台已经被订掉了 让我换成另外一台 然后有跟我解释说 那台的这个左前门有被撞凹进去一点 所以他做了板筋并且补了期 小富介绍 这辆车是2017年出厂的 跑了5万多公里 对于做板筋和补期的情况 自己可以接受 跟销售把价格谈到了7万多 为了避免车子再次被订走 销售让他先交2000块钱 把车能够确定帮我保留好 到第二天我把这个第三方的人带来检测 如果检测结果我满意呢 我就把这个订金转为订下来那个订 然后之后就直接交钱过货 如果不满意呢 他就把这个订金远路返回 小富付款的对象不叫海陈车业 不过说是跟这边同一个老板 他提供了跟销售小张的聊天记录 小张发过一段语音 其中提到 如果检测没什么问题 2000块钱直接转订金 如果有什么出入 到时候退还 小富担心语音会产生歧异 还专门发了一段文字问销售 自己下言字旁的订金 如果第三方检测没问题 就转成宝盖头的订金 销售回复好的 3月9号 小富花了500多块钱 请一位第三方检测人员 去店里做了检测 比他跟我说的会严重一些 首先他这个左前门 不是只是被撞凹陷 其实撞了之后 他整个这个左门都已经换掉了 包括他左前的轮毂 然后还有前面有一个叫 是什么悬挂 还是什么保险杠的 这是一方面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的擦挂的问题 就是每个轮毂都有 所以我觉得它不太符合 我想要买车的这个条件 车门更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他说这个车门有过更换 这个是否属实 首先给你们确认一下 这个因为检测报告 以检测报告为准 因为我们发出来 就是我检测报告已经呈现过 当然我其实我并没有仔细去看 检测报告的内容细节 想问一下你们那个检测报告 这里有吗 能看一下吗 我们电子版的 我已经给傅小姐发过了 他给我显示的那一部分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显示的像其实有多有少 就是现在我找第三方检测的 会比较细 所以那些有问题的部分 是在他那个报告里没有出现的 小富说 拿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后 向店里提出了退款 但被拒绝了 他的意思是说 我在验车之前知道 他左前门是有装凹陷这个情况的 所以我验车之后 不管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判断 但是他定金是不会退给我了 我们讲的是呢 前后检测结果一致 就转定 如果说有出路 我们退款 不是说不退 是不是 但是如果富小姐跟我们的答复是 他不想要了 要退 那是两回事 您就是说您不想要了 您退 那可能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定性上来说 这是您违约 我们如果说单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能可以不退 对吧 那如果说有其他问题 我们就把问题沟通清楚来 采访前 小富还没有给销售方 看过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销售小张表示 会去做工作 争取帮小富把问题解决掉 1818黄青眼奇数报道 200个青眼 diferente 荏幕志愿 друзья 已经快点打开 yy 祢 犯 相 要 读 读 读